我們現在先來複習一下上個禮拜我們教的 請各位同學分別來敘述一下三角形的面積是什麼 然後請幫我們來講一下什麼叫做正方形 什麼是長方形,T形跟P形,四邊形 那麼我們的一號同學呢 主任要不要猜拳 不要猜拳 我們的一號同學是陳柱 大家好,我叫紅長柱 三角形的面積是長方形面積的一半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個叫平形是邊形 因為有兩雙對邊平形 大家好,這是菱形 是有兩雙對邊 兩雙對邊平行 平行四邊形是有兩雙對邊平行 而這個菱形是四個邊都一樣長 而且兩雙對邊平行 而且兩雙對邊平行 好,這樣看應該 這是T形 大家好,我要介紹的是T形 T形呢,它主要的特色就是 只有一雙上下平行而已 至於這個就是正方形 正方形呢,就是四個邊都一樣長 接下來這個就是長方形 就是兩雙對邊平行 而且又有四個支架 四個支架 謝謝 好,我們謝謝我們陳柱 陳柱越獎越 我們請譚明成同學幫我們說 大家好,我是譚明成 三角形的面積是長方形面積的一半 大家好,我要介紹的是長方形 長方形呢,它是兩邊對邊平行 而且這裡都是90度 我要介紹的是T形 T形呢,它是一邊對邊平行 它這裡 我要介紹的是正方形 它這裡全部都是90度 正方形的長都一樣 接下來呢,我要介紹的是 平行四邊形 它有兩對平行 我要介紹 零行 它是兩邊對邊平行 而且 而且四邊都一樣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同學 謝謝你同學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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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介紹 三角形面積是長方形面積的一半 我現在要介紹長方形 長方形 長方形它 呃... 垂... 四個邊都垂直 然後是直角 有直角 現在介紹 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每一邊平行 四邊都平行 四邊都平行 現在要介紹正方形 正方形是... 四個邊都一樣長 然後垂直 就是... 我現在要介紹T形 T形是它只有一邊 一邊平行 另一邊沒有平行 一組平行 另一組沒有平行 現在這是... 零形 零形是... 四個... 四個邊都一樣長 四個邊都一樣長 好,接下來我們歡迎 之前同學 4個邊都刺激 如果再穿了 三個から副碗 再穿了鞭目 這個在樓っぱ 都來用哪有多份 就是... 舌頭 頭 快學校 好,我們謝謝志賢 我們今天同學,之前第一次勇敢上台,我們要幫他鼓勵鼓勵 我不是第一次上台喔? 對 我們來看,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四折運算 誰跟我講什麼叫做四折運算 四折運算 你說,你舉例 等一下,等一下我就寫 什麼叫做四折運算,你說 什麼叫做四折運算 你學過了 我都寫過 對 什麼叫做四折運算 你說 是這個嗎 你說給我聽,什麼叫做四折運算 就是 六百四十九減掉過後 一百零一再加上三百四十七 好 我先來跟大家講,什麼叫做四折運算 同學 這個四 這個四 有看到這個四了沒有 沒有 四叫做四個 四個 四個什麼 有四個算的東西 有四個算的方法 有哪四個 你學過哪四個算的方法 加減 加減 這四折運算 他講的就是 加減 乘 除 這四個方法 就是 加減 乘 下一次 如果有人問你 什麼叫做四折運算的時候 就跟他說什麼 加減 加減 乘 就是 加減 乘 乘 那麼我們這個單元就是要講 加減 乘 除 除 那麼我們這個單元就是要講 加減 乘 除 那除了這個加減 乘 之外 這個單元還幫你們多放了一個東西 進來 當 加減 乘 碰到 哇 之後 會變成什麼事情 來 各位同學再轉型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這個單元裡面 增加什麼 這個單元裡面就是 增加一個 瓜號 來 瓜號有多簡單 只是多這個 多這個有多簡單 要先算瓜號的 然後再算別 對 要先算瓜號的 會變成獨自解算 對 瓜號 瓜號是什麼意思呢 剛剛那個維蓉講 瓜號是要先算瓜號裡面 來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一個瓜號它就像是一個袋子 一個塑膠袋 把這裡面的東西呢 把它框在一起 你要先處理裡面的東西 你才可以再算外面的 跟外面的做結合 好不好 那有的時候呢 是說 如果說 你就先不要算 你先把這個瓜谷去掉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瓜谷跟沒有瓜谷 它的差別在哪裡 好不好 好 你看這裡 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 如果說 有一組是加 有一組是乘 請問 加要配 跟誰配在一起 當作一組 減 很好 乘就是配除 對不對 對 好 如果說是 乘 跟除 來分 乘要跟誰在一組 乘要跟除 除 在另外一組 乘要跟加 乘要跟加 乘要跟減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把乘跟加 乘跟加 乘跟加是越來越大 數字越來越大 很好 就國小的來講 從國小一年級 國小二年級來講 乘跟加是越來越大 沒有錯 對 國小的學生來說 可是 如果說你練到國中的時候 就不見得 來你這裡 這裡為什麼你要把乘跟除 放在一起 因為 一個是越乘越大 一個是越乘越大 一個是越乘越小 然後那兩個都跟他 乘的是越乘越大 然後 比如說6乘6 6乘6是等於36 然後6加6是等於12 數字比較小 然後 除是 8除以2 等於4 然後 8-2等於6 然後 除了會比較小 然後 乘的 比較大 就比加還大 然後 除了比減還小 有想法就好 來 乘住 為什麼這裡 乘跟加要放在一起 好 那你說 因為乘和加 比如說 8加4等於12 然後 8乘以4等於32 它是變多的對不對 對 然後 其實沒有要懂 除和減是 8除以4等於2 8 減掉4等於6 嗯 很好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有 就是 乘是越乘越大 然後加是越加越大 然後 除是越來越小 然後 減是越來越小 也是越來越小 所以 乘和加要放在一起 然後 除和坐也要放在一起 好 來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齁 在這個裡面齁 在這個裡面齁 這個 乘是 最大的 乘是最大的 乘是最大的 乘越乘越大 乘是連續的加法 乘法是因為連續的加法 各位同學 什麼叫做連續的加法 來 舉例來說 4加4加4 來 比如說 剛剛那個 來 99加99 加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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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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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總共 99 乘以10 是不是連續的加法 990 同學是不是連續的加法 這樣的意思是說 99 有10個相加 所以它是900 所以99 有10個 這叫做連續的加法 有沒有聽到 加法 連續的加法 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除法 除法是什麼 就跟剛剛這樣 這是連續的加法 那你覺得除法是什麼 答對了 除法叫做連續的加法 連續的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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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減呢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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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100 減掉 100減掉9 99 再減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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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7、8、9 這樣有沒有看到9 總共減了幾個9 10個 總共減了10個9 對不對 1、2、3、4、5、6、7、7、8、9 這樣有沒有看到9 總共減了幾個9 10個 總共減了10個9 來 這樣是不是可以減掉11個9 這裡是不是減掉10個9 嗯 這樣有沒有聽到 它是連續的減法 有沒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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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的減法 這個 我們在做分組的時候 這個加減乘除在分組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能夠看到 這四個裡面 你最喜歡什麼 加跟減 你喜歡什麼 加 你喜歡加 成跟除 你喜歡什麼 成 很好 好 成 來這裡有一個人喜歡 這裡有一個人喜歡 你說 加跟減 你喜歡誰 加 成跟除 除 成 加跟減 你喜歡哪一個 加 成跟除 成 那你呢 加跟減 加 成 成跟除 成 很好 你要跟你的心 對 跟你的心 你不要因為說別人說你要 別人說那樣 然後你就非得要跟他說一樣 沒有 還是說我故意要講的跟別人不一樣 這都不用 你跟著你的心去走 因為我這個 我不想以創新 你要知道 我不想跟大家耍心機 你就跟著你的心走 你知道 主任也喜歡 加 主任也喜歡成 為什麼喜歡加 為什麼喜歡成 因為 他比較不會出錯 我們在做加把跟成把的時候 不容易錯 一碰到減把 你就怕減錯 要借位 要幹什麼 對不對 你碰到除把 你要再想想看 要成一計才夠 不夠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有時候不夠 有的時候 你算進去的時候 算太多 所以就不好算 對不對 沒有錯 我也是喜歡加把跟成把 因為加把跟成把 它就是一個比較不容易出錯的算的方式 減把跟除把 它就容易出錯 所以 來 各位同學 當 當 瓜胡 碰到加號跟成號的時候 今天我們要講瓜胡 當瓜胡碰到加號跟成號的時候 怎麼樣 怎麼樣 當瓜胡碰到減號跟除號的時候 來 聽我講 當瓜胡碰到加號跟成號 先成在減號 跟剛剛的想法是一樣的 很好算 當瓜胡碰到減號跟除號的時候 就很痛 先成除號加減號 知道 我們今天先處理瓜胡的事情 什麼意思 主任來寫給你們看 如果說是加號 如果說是減號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來 舉例來看 比如說 50加上 3再加上2 這是加法 對不對 好 這裡 50加上 5 當我們要去瓜胡的時候 把瓜胡去掉的時候 那應該怎麼辦 那應該怎麼辦 50加3加2 這裡是不是有瓜胡 主任不是說要加瓜胡嗎 對不對 加了瓜胡時候 50加瓜胡 加3加2 有沒有看到 當這裡是加號 剛剛有說過 當你碰到加號跟成號的時候 碰到瓜胡 也很好處理 有沒有感覺到 有沒有感覺到 是不是沒有變 沒有變 可是呢 如果說50 減掉 3加2 如果你 減號 碰到瓜胡 那麼 請問 要50減多少 減5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講5 請問 這裡3這裡2 請問是 減3加2 還是減3減2 這裡要寫減3加2 這裡要寫減3加2 要寫減3加2 這就是我跟你講的 當你碰到減號的時候 會怎麼樣 很討厭對不對 是不是會減錯 會出問題 當你碰到加號跟成號 就不容易出錯 記住喔 記住喔 剛剛你說減3加2 就 啊 不錯 加3加 很好 減3減2 之前說減3減2 你聽我講啊 問題就出在這個減 剛剛也沒有說 剛剛主任是不是有幫你們分組 好 我們說減號跟除號 你是不是很討厭 跟主任一樣 主任看到減號 除號也很討厭 因為我就會錯了 所以我就要很小心 來 維蓉 這裡是不是減號 對 當你碰到減號的時候 你瓜胡裡面 就不一樣囉 你看 你這裡面是不是全部是減5 嗯 你剛剛說減3加2 你是不是就變成只有減3 你還加2 你不是減5 來 我們來看一下2的變化 這個2 它在這個瓜胡裡面 記住喔 雖然只是小小的瓜 可是呢 這個地方很多人都處理不好 來 這裡面是不是加2 對 外面是不是減號 對 可是這個加2 是不是有被它影響 嗯 被它影響 瓜胡去掉的時候 它是變成減2 有沒有了解 沒有了解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會有很多的力 好 這裡是加法跟減法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用除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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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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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